会多少钱 这不会货多 这个卖两万六嘛 你看一下 我们的说话像放屁一样 贵啊 接近获悔的咯 网红料外开的是四五万 这份料的还是很多粉丝喜欢 我帮你屏幕前你们喜不喜欢 不论计给我留言一下 这条是有几点赚的 低多赚 我不要用两万六 你给咯 你看就办咯 这两条成品带过来 我今天没有打算超过 这一辆车 这一辆车就在手里 没意思 老婆没意思 最低多赚 东哥 两万六啊 两季种两万六 卖给谁 太贵了 一万九千八 好不好 太贵了 你看就棉 这个种就起出来 它这份不会发 而且它色也发不了 它黄黄的 说实话 它没有货头的那种高 这也是很好的 水头又不错 真的 你给咯 你看咯 花钱 呦 盘不了 没那么贵 真的 杂码 杂码 没那么贵 加多少啊 努力一点嘛 充一下嘛 我本钱还没有到 你要赚我钱 还我充 少点 能不能还我充 卖剩四块啦 人家这些人没有 那啥 这后面我直播 你便宜 我全给它清掉 你要便宜 都清掉 好不好 这便宜一点 一万八 好不好 八千 不要过万 实在点最低多的啊 来咯 一万八 握握手咯 不跟你握我了 嘿嘿嘿嘿 多少钱啦 这样没意思啦 你把钱卖不到的 你扎一点嘛 扎 马上 这样聊天没意思 老让我充 扎一点咯 一口罩 一步到位 看你可以多少 九千五 过万好不好 九千八 不过万 最高啦 不加啦 好 老朋友了 老干嘛 老钱巨华 等你了 好 行法 行法 作为资深翠友 你还不知道这位网红鸟 那么就out啦 确实卖得很火 很多脆油都有 很大的一块石头 现在不多说 九千八 咱们来看起出来 值不值 我的老天哪 起过啦 为什么大家都叫它葡萄肉呢 就是因为它的颜色 和它的质地加起来 使它的美感类似于剥好皮 绿葡萄里面那种甜甜的肉 翡翠里面的颜色是真的丰富 包括它的品类 很多种 这样的翡翠你们爱了吗 葡萄肉 值不值得收藏 评论区告诉我